但是你看看这个赖清德 最近要争取年薪选票 那昨天我们有讨论 他争取年薪选票的时候 说实话台大人金头脑 他的这个学弟嘛 讲着讲着 他的这个能源政策 突然之间是说溜嘴了 还是没有做功课 怎么跟这个蔡英文不一样 你有问过林一雄吗 林一雄会不会跳起来 林一雄有同意你吗 要不要再绝食呢 那还有接受学生 快问快答的时候问他 最想跟哪位国家元首 共进晚餐 秒回耶 想都不用想 习近平 然后干嘛呢 会劝习近平放轻松一点 不用压力那么大 那当然啦 你觉得赖清德是省油的灯吗 也不是嘛 有人说他埋了个阴招 什么阴招呢 我今天下午听杨明讲 我在恍然大悟 他说什么 这里面埋了两国论 你有想到吗 因为是跟哪位国家元首 共进晚餐 所以你跟他共进晚餐 就表示 是什么两国吗 台湾国跟这个中国大陆 是不是 是两国吗 所以埋了个阴招 是这样吗 我稍后来请教一下 这个来宾 但是你知道吗 这题今天真的是炸翻了 炸翻了 要跟习近平共进晚餐 你觉得呢 这个梗年轻人会买单 因为你就是到台大 要争取年轻人选票 但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怎么搞的都是反效果 辫子妹特别好奇 我们来看今天他的街坊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如果我有机会跟他 共用晚餐的话呢 我会劝他放轻松一点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PTT上这题炸锅了 大家知道 PTT总是站在 这个政府的对立面 说什么呢 好可怜啊 快问快答影片的 观看数好惨 连一万都不到 那我刚刚看了 我上去最新看了 他大概总共四十几秒 那上传大概是21小时 目前是1.6万 比辣我差很多 确实是流浪并不好 好吗 还要靠新闻来宣传 果然是中共同路人 换个党就是通敌了 假设国民党 假设好友谊这样讲呢 就通敌嘛 抓起来不是吗 问题是赖就没有要反中 他都喊亲中几次了 塔律班线太危险 我还是维持统一好了 好吗 赖真的亲中化很严重 看到没有 中共同桌人 我今天最喜欢这个 不只中共同路人 还变中共同桌人 竟然舔共 你这个中共同路 赖清德 没事没事 换一个人讲这种话 还不被彻翼喷死吗 赖果然是绿粉 自己认证的中共同路人 还好他有党政 不然要写起几百篇了 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又要抗中 又想抱大腿 红统说 中共同路人无误 这不就 绿畜口中的舔共垃圾吗 该出争了吧 好 介大使你怎么看 他想亲近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的看法是这样 对 其实他现在 我觉得有选举的压力 越来越大 而且他对年轻人讲这些话 因为很多民调显示 现在年轻人对他 对民进党支持 大幅的怎么样 下跌 原因就是 民进党把两岸搞得兵凶站围 快要打仗了 而且呢 把这个年轻人的当兵的 时间又延长 然后连女生都不放过 16岁造册 买一大堆武器 天天搞得兵凶站围 他以为年轻人就这么好骗吗 但因为这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快问快答 他的这个效果十足 那你觉得他脱口而出 习近平是刚刚网友所说的 他庆赛公共随便讲讲 还是他的真心话 假设他真的有选择的话 他会跟习近平吃饭吗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要谈什么呢 能够想象那个场景吗 不可能的 他心里恨死习近平 他从小就是恨大陆 怎么会现在 又有机会就要跟习近平吃晚餐 还要劝习近平 他要能劝的话 他就不会搞 自己不会加入台独了 台独的今孙 那这句话完全就是怎么样 就是骗选票 完全是骗年轻人的选票 而且真的太过矫情了 不太可能的事 可是这个话会有后遗症 对啊会有后遗症 他骗年轻人选票 你看年轻人的解读是什么 中共同路人 没有人会信他 本来还认为这个赖清德还怎么样 有始有终嘛 对不对你台独就读到底 你现在还没有拿到位置就开始怎么样 搞这个中间主义 搞的投机去跟大陆去干嘛 这个对习近平喊话 他这个位置他自己要很想对习近平反话 反效果人家美国人在听他 想这个家伙还不如这个赖蔡英文 蔡英文还没有天天想要跟习近平那边 勾勾搭搭的 那这个不就是让美国人觉得说 这个赖清德 这个玩假的 对啦为了大卫为了选票 他的很多主张都变了 过去他主张特赦阿扁 现在连阿扁的独生子 他都给他政治判了死刑 那过去呢我们看到核能的问题 民进党的审主牌 那他在这个台大座谈的时候 讲的那句话有没有 核能可以攻这个紧急使用 这个也是绿营都炸锅了 这个林一神会不会跳起来 还有这个好像要跟习近平吃晚餐 大千大千你怎么看呢 他要跟习近平吃晚餐 还要劝习近平放松一点 压力那么大 谁压力那么大 我们台湾压力比较大吧 对这才是关键 就真正压力大的现在不是习近平 真正压力大的现在是台湾人民 赖清德是误会了什么 对就台湾人民被民进党跟美国 要拖进两岸兵凶战围的 这样的一个困局里 台湾人民的压力才大 而且就像介大使刚才讲的 台湾年轻人的压力可能更大 因为年轻人现在就想到 如果两岸的情况持续恶化下去 他们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然后台湾的这个年轻的孩子 要造册要准备动员 现在我周遭好多家长 就是孩子到兵役年纪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提早入伍的 所以你看他讲的云淡风轻 讲的这个梅飞色舞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大家年轻人听到会不会很生气 所以我说对年轻人来说这是无感的 因为年轻人现在在想的是他的未来 年轻人想的是他自己切身的安全 年轻人在想的是他的前途 这些都眼看着就要被葬送在 民进党的战火里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忽然出来说句话说 你要跟习近平吃顿饭 然后压力不要这么大 你要花这个时间去跟习近平吃个饭 你不如先跟拜登谈一谈 或者跟蔡英文聊一聊 说民进党现在不要再当美国的小弟了 台湾就维持中立 那么谁的压力都不大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他要去吃饭嘛 你连拜登的饭都吃不到 你要去吃习近平的对吗 这委员也来谈一下 他跟习近平吃饭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他的幻想 我高度赞成而且高度肯定 为什么 以前民进党都批评国民党是中共共鸣人 对不对 那现在赖清德高举大旗 他现在是什么 中共共鸣人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老人共鸣吗 共鸣人多好 很多人共鸣人 再来民进党很喜欢这个批评国民党是中共同路人 那现在赖清德多了个封号 他是中共投饭人 哎呀你看一起吃饭啦 这应该是如果他们两个一起吃饭就不会打仗啦 那好问题来了 清德兄你怎么跟习近平共一起吃个饭呢 你要想办法真的是想办法吃饭呢 而且注意到要对等要尊严 而且这个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 要符合你台独主张 努力加油啊 看怎么谈判达到吃这么一顿饭的目的啊 以前跟马跟习近平吃过饭的台湾大概有谁啊 好像想一想没有想到谁 马恩九世友跟他见面啊 好像只喝咖啡而已 马习惠 马习惠好像也只喝咖啡跟喝茶而已啊 马习惠有吃饭 这个有吃饭吗 餐会嘛 有吃饭 对餐会嘛 有吃 他是第一个姓马的跟习近平吃饭 那就是九二共识嘛 那九二共识 这个不晓得我们的清德兄 他一直把九二共识批评叫丧失台湾主权 所以如果真正吃饭的话 真的是好事嘛 就表示说两岸可以坐下来台湾 然后而且习近平也已经接受 转弯的赖清德 改嫌异撤的赖清德 接受那个已经同意九二共识的赖清德 才有可能有这三番对吧 我相信只要赖清德想尽办法 能够跟习近平吃饭的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也不用找女生叫招了啦 也不用买武器了啦 也不用发AK47了啦 刚才这个我们大先兄还担心说 16岁以上不分男女啊 通通要抓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都不用啦 每一个都可以活到像季辛吉一样 一百零二岁啦 太好了啊对不对 我们他能够跟他一起吃饭 表示我们所有两岸的毛问题都解决 政治上都解决了 赖清德想象的那一餐饭 跟蔡伟源想的那一餐饭 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想象的可能是和乐融融 两岸已经和平了 吃饭不是要和乐融融才能吃饭吗 他想的是不是那个 我吃饭然后边吃边呛你的概念 呛给大家开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谁压力比较大都还不知道 谁压力比较大 有待观察啦 所以像刚才你们召集说 想跟习近平晚餐 我是没有听到他们两个高手讲什么 我比较想 我没有想跟习近平吃饭 我比较想跟鸡排面吃反餐 这叫人各有志 对对对 好了到现在为止 你拜登也吃不了饭啊 你要跟习近平吃饭啊 拜登你打个电话都没打通啦 对啊 更何况人家